结婚四年了 你对我不再包容理解了 经常在一些小事上找麻烦 如今你还要和我在家庭财务问题上 划成界限 这样我有些不明所以 你的冷漠和不负责任 让我们变成了如今这样 你对家庭和孩子的不上心 还有易怒的脾气 让我心灰意冷 这样的婚姻还值得留恋吗 有请就对夫妻有请 男嘉宾王先生35岁来自天津销售 女嘉宾钱女士33岁来自天津销售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您觉得妻子越来越不关心你了 是吧 对 越来越不理解了是吧 对 妻子也觉得 哎呀这个婚姻 这个男人我有好多抱怨 是吧 所以今天想来说一说对吗 对 希望他有所改变 哦 那您说的目的呢 我希望真的能更理解我一些 他怎么就不理解你了 就好比方是之前有一次 那个野营去烧烤 我也主要一个发起者 然后有自己的朋友 还有一些工作上的一些关系的朋友 嗯 约好之后因为我去发起嘛 然后我需要准备东西比较多一些 嗯 包括头一天像烤串啊 肉啊 菜啊 哪怕是油盐什么的 加上一些帐篷 嗯 准备东西比较多 然后也是没太顾得上 就是爱人和孩子的一些东西吧 然后转天 嗯 大伙见面之后 因为他们都是跟我认识嘛 然后我跟大家去照顾一些 在吃饭的时候 也是在忙 然后我们爱人就是问一些 那个餐具什么在哪了 因为当时我正忙 我就说你先自己去找一下 当时他就不喜欢听的话 就直接全程掉脸 一个黑脸的一个状态 本身都是第一次见面的朋友 这样做 你不觉得不太合适吗 不是说你给我端盘子 端盘子我不高兴 是全程好多事情 你都忽略了我和孩子的感受 就比如说陪孩子玩那个放风筝 人家孩子玩放风筝 只有咱孩子不想放风筝了 人家就想那个玩个球 你呢 你把自己的孩子撇来边上 你跟那个孩子一块放风筝 你为什么不能娶一个 就是两个孩子可以一起玩游戏 你可以兼顾两个孩子呢 如果撇一个 你永远撇的是我和孩子 你这个事情还让我想起到 咱刚交往的时候 你也忽略到我的感受 我们俩刚认识没多久 去北戴河 还有一对我们一起去 那个男的是去排队买票 他一直在一中心的 我们一起去排队的 在第三次上 我们一起去排队的 那一对我们一起去排队 一对我们一起去排队的 这就是队的 我们一起去排队的 到底是几次了 還是develop说一些 怎么叫我不把这个心思 放在你身上 不去照顾你呢 那就是你在忙着 接我下班之后再做饭 我也说你不用给我做饭 我说可以去双方父母家吃饭 是你不同意 再说你是在忙工作吗 你是忙着跟人聊天的你 你被我发现那个微信上 那个聊天记录 你上面写的什么 他跟一个女同事发现说 姐我想你了 你在干什么呢 同一时间我给你发信息 你不回 你跟人家说想你了 你关心过我吗 我那时候怀着孕子 你是干什么呢 你就太习惯于翻旧账了 而且当时这个问题 其实跟他说的特别特别清楚 前言后果是怎么样的 其实那个女的是我一个客户 只不过刚开始在 在谈的像医友的时候 其实对方并不是很有想法 然后也是隔了一段时间 偶尔去联系的时候 就是坎大山似的一句 姐想你了干嘛了 而且前后的语境你也看了 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呀 怎么就变成了天天就忘不掉的事呢 我不认为这一个正常的一个同事关系 你能发去接我想你了 我也想着 我怎么不发人家歌我想你了呢 你光说我翻旧账 是这事是过去 但是我不认同你这么的做法 和你现在呢 有一次孩子发烧39度多 我妈给她打电话 联系不上她 只有我给她打电话 她那儿说我要出差 她回不过来 行你出差你出差吧 那我回来我请假 我没想到孩子烧了39度多 到家我也害怕 我也懵了 家里没有退烧药 孩子烧到39度多 你说高温清觉怎么办 我也害怕 头一次遇见这种情况 之后我赶紧抱着孩子去医院 我又没法开车 开车又浪费时间 只能打车 一路就要跑跑到医院去 而且你跑到医院 也不是直接就给你退烧药 都得隔离 得隔离六个小时 给孩子吃完退烧药 我心态踏实 等于六个小时之后 到晚上了 他才来个电话 才说那个 孩子还烧吗 说不烧都稳定了 你就把电话挂了就 你问过我和孩子吗 你说孩子是因为什么高伤 你问过我这一天当中 我是什么情况吗 我累不累 我是担心不担心 我害不害怕 你根本都没关心到我这儿来 你光想着你那儿出差 你的同事 你的工作 工作你同事 永远比我这儿重要 但是我当时吃完饭 第一时间 不就是给你打电话吗 问你和孩子 一个情况怎么样 因为你也知道 我出差的时候 我也不是出去去玩啊 都是在忙啊 包括晚上 慢慢的白天的工作 晚上还要去 陪着一块吃饭喝酒 我吃完饭 第一时间 就已经给你们打电话了 而且你当时也说了 孩子这边需要照顾 需要送一些东西什么的 我说我这边 可能不在身边 让我个朋友 给帮忙送一下 你要觉得这种事 麻烦朋友没有必要 我没有不照顾你们呀 如果我要是 真不照顾你们的话 我也不会说是这么去 前后去安排这些事啊 你安排什么事了 你朋友 我跟你结婚 还是跟你朋友结婚去 你有工作 你在忙 我也有工作 我因为孩子高烧 我也请了一个星期假 我还被老板数了呢 你不能舍弃 我就得舍弃了 这个家是咱共同的 你是为什么对孩子 和我这就不能上点心 我说人 你人人不到位 你嘴捏嘴也不到位呀 而且现在皮特别大 你在家的时候 你不陪我就算了 你嗨你也不陪 你就坐在电脑面前玩游戏 而且说你两句 你就不高兴 皮特大到哪种程度 我说了一句 说一句什么 前女友的干嘛的 你就把那电视摔了 还有因为衣服的事 我说你为什么 老穿前女友 给你买的衣服 为什么我给你买的 你就不穿呢 你当时一里码 把衣服裂了 扣的劈头啪啦掉一滴 你这脾气也太大了 你现在 你也知道我穿衣服 其实就是外边 最外边哪件 哪哪件 就是哪件 本身这个衣服 就没有一些特别的含义 它就是一件衣服而已 我没觉得 这件衣服代表什么 而且像你说 前女友 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 多少年前 你还留着呢 那不已经撕了吗 现在 那不是你皮特大 你自己扯了吗 你不是顾及到我的感受 你去扔的呀 难道你平时跟我说 这件衣服要扔的话 我还能留着吗 我说过了 你这些东西 我都不说 我之前好声好声 跟你说过 你都没有在乎我的感受 你要在乎我的感受 你那衣服就不应该留 而且你刚才说 那个电视的事 其实刚开始 我的脾气不是这样的 就没有说过 特别生气啊 或者是发怒那种状态 也是因为 长期长期不理解 而且这些事 都是沉枝满满骨的 就每次都要提起 时间长了 我也有情绪不好的时候 其实当时也并不是说 想要去砸电视怎么样的 只是顺手拿一个 就是水杯吧 想去往前砸一下 其实也是不小心砸掉电视的 你也知道 我并不是一个 是那种砸电视呀 或者砸家具 那种脾气的一个人 就是这么一件小事 为什么每次都要 揪着不放呢 然后我每天的一些 工作压力什么的 你也不去理解 也不去关心 怎么就变成了 都是我一个人的错呢 你砸电视 你想过孩子没有 你砸完电视 孩子瓦瓦在这儿大哭 你考虑过孩子感受吗 你现在找孩子呢 孩子在三个月大的时候 你就在这儿砸电视 现在特别接受不了 你现在的脾气 两个人现在都是觉得 对方不理解自己 是吧 对 都希望对方多理解一点自己 是这意思吧 其实我 跟我想象中的 婚后生活 还是差距挺大的 对 因为之前毕竟想 结婚生子 就是一个 以家庭为单位的 一个团体 说吧 但是 现在越过越像 一个个人的生活 啥意思 就是感觉像 合伙的这种状态 前日子 也是因为一件小事 就要跟我这个家庭 去分帐 去过日子 我就觉得 特别不能去理解 啥意思 啥叫分帐过日子 就是那件小事 之前你们家的钱 谁管 基本上其实 没有谁去管这个概念 就是 有用钱的地方 就一起拿钱去用 个人公司归个人呗 差不多 从结婚史 就是这样 是吧 现在的生活 个人公司归个人 对 现在的生活费用 都是我在支出 还有孩子的费用 还有说 那个家庭的那个水电费 都是我支出 他根本就没有 就往家里拿钱 本身我这边 是做销售的嘛 基本上都是 在外跟客户接触 少不了一些 真是必要的一些应酬 你感觉 悠阳见处 是你这边在去花销 但是一些大头 像保险呀什么的 都是我在花呀 怎么就变成 我为这个家不付出呢 你是家付出什么了 有一次还想要一个气球 我说咱一块出去玩 这一家子出去玩 不就高高兴兴的 互相哄着开心吗 孩子要个气球 瞧你那嘚巴劲的 抠 那抠劲的一个气球都不买 因为当时的确 也是由于之前那种 类似的问题 有一些争吵吧 他也是在全程 跟我黑脸的一个状态 然后当时孩子 也有点小状况 就是又哭又闹 那种状况 然后也是要一个气球 当时可能 由于情绪不好吧 我就说了一句 那个家里还有别的玩具 这么多玩具 非得买这一个吗 然后他就认为 我不给他买 然后他就特别 赌气的去买了一个气球 但是我就觉得 那怎么是 认为一件气球 去产生这种问题呢 它就产生了呀 那刚才您说的分账 是指什么意思呀 他想就是 说白了就 从孩子的教育啊 上学啊什么的 全都是对边分那种 比如说孩子上学三千 那好就一人一千五 吃饭一千 那好就一人五百 但我觉得 这就不像一个家了呀 这四年来 谁为这个家花的钱多 我感觉其实差不多 我觉得我 你想生活水电费 所以就是一笔糊涂账 你们俩谁收入高 我高一点 谁在外面工作时间 更长一些 我 谁在家里面的时间 更长一些 我在家里面 谁既有带娃 又在外面挣钱 是我 谁只在那工作 我 那为什么只在那工作的人 不往家里拿钱呢 但是我这这份钱 别别别别别别别 别但是 您但是太多了 我们只看事实 就如果你拿了 为什么你妻子 有这样的抱怨呢 那么忙 那么辛苦 钱呢 都主要花在工作上 不是 工作是让您挣钱的 您把挣来的钱 都花在工作上了 是个啥 但是都有 您是什么岗位 销售岗 那有做过大区销售经理的 销售是这样吗 你们销售都是 从公司挣完钱 揣在口袋里 然后跟我花什么 不给燕子花是吧 如果你是老板 有这种可能 但是员工的话 不存在 员工不存在 对啊 我们认识13年了 曲伟没请我 吃过一顿饭 也没请过你吧 也没请过我 请过你吧 请过你吧 没有吧 这才是做销售的 看见没有 所以人家是销售大总 你干不了销售 对吧 对我给你拿鲜活的例子 跟你说一下 对吧 你还说啥 就是钱没交回家里吗 那我觉得老婆问一句话 特简单吧 就是你忙里忙外 钱呢 你不能说 我工作需要把钱全 给工作了 那你别工作 你回家带娃不就完了吗 他在家里的付出 你自己承认比你多 对吧 对 人家在家里又付出 又挣钱 你挣了钱还不交到家里 要你干啥 我为啥要理解你的辛苦 你告诉我 你让我 你让我从哪个角度 去理解你的辛苦 我这么说吧 你天天在家带娃 娃生病了 娃的心都拟操 你还出去工作 你老婆天天在外头 回来不交钱 对吧 至少在你心里 她没交钱 对吧 什么买保险 反正你没看到钱 对吧 你挣的钱比她少 因为你在家里 投入的多一些嘛 然后你老婆回来说 老公累死了 你会特别体谅说 哎呀老婆 你真是辛苦了 你会说这话吗 不会 我没啥要说的 其实我们就从一件事 看就够了 那这个婚姻的问题 到底出在哪了 我们先掰扯清楚 一些事 好吧 就是别老觉得 理直气壮还委屈了 我倒觉得 你老婆提的建议特好 省得你真的花了钱 你又委屈 你还报不出个账 你能报出账来吗 你一年为这家 花了多少钱 因为你花的都是大钱 你说一个数 我还真没算过 但是之前 因为我们俩也聊过这个问题 他也有过怨言 然后我也是把当月的 这个账去算了一下 基本上没有什么 太大的一个出入 而且说白了这个钱 我没有为自己 私自花一些钱什么 基本上都是 要么在家里 要么在跟客户吃饭上 请客上 要么就是过节一些 鼻子有疑意吗 他跟朋友吃饭 还有还是同事的 还不知道 反正吃饭的特别多 永远朋友 同事比我们家 所以话而言之 就是这样 我们倒推下来 就是说 钱用在哪了 实际时间就去了哪了 您的大多数时间 是在跟朋友吃饭的路上 或者在跟朋友吃饭的饭桌上 是还是不是 是 那不就OK了吗 这说明你在家里 投入的时间精力是少的 是还是不是 是 那你要求别人理解 你啥呢 我也同样是在 为这个家付出 付出啥了 你告诉我 你付出啥了 都是在为明天的 而去奋斗 怎么叫 我就叫 不是为明天的啥而奋斗了 我没看到钱啊 钱你都跟曲伟吃饭去了 曲伟老让你请他吃饭 他从不请你吃饭 你对我有啥 我想这就是一个女性的角度 是吧 是不是就这么想的 我模拟一下你妻子的一个心态 我只想告诉你说 她的心里就是这么想 所以她对你提出来的 你让她去关心你 她大概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 我是理解不了的 所以没有办法关心 那又回来了吗 应该怎么办吗 问题出在哪了吗 要不要好好的过吗 怎么去解决吗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好吗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郭红雄 作为一个女人 她选择了婚姻 她渴望的是自己的丈夫 能够给她遮风当雨 结果 你发现结婚以后 自己丈夫给我的是风雨交加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 她确实会有怨言 甚至会失望 更甚至她会绝望 刚才说到钱 你说你跑销售 钱全部用在工作上了 幸亏我们有一个行内人 如果没有行内人 我也会坚持让你辞职 哪一个员工说 我做工作做到最后 我把钱全部用到工作上了 老板难道不表彰你吗 女人并不是在家中 放大那一个钱 因为钱对她来说 就是安全感 她就是家庭的温暖 她用自己的工资 在养孩子 在支撑着家 她渴望丈夫的钱 也能拿回来 不管多不管少 但是她要看得明明白白 还有我们在外面 确实要照顾别人的情绪 但是不至于 冷落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所以做丈夫的 你自己去掂量一下 如果这份婚姻 你还想维系下去的话 你还真需要 彻头彻尾的 去思考 去改变 谢谢 来 许总 公司没了你会破产吗 不会 但这个家如果没了你 这个家就不完整了 是 你知道应该在家庭 还是工作哪个角色当中 你是最重要的 你应该知道 但此时你显然是 舍本竹墨了 我深刻的感觉 你现在的朋友太多了 客户也太多了 真正你的那些客户里面 有多少是能够转化为销售 有多少是在给你自己找一个 闲聊的一个 逃脱家里责任的一个机会 到底有多少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啊 现在不要再说 我的钱都花在了工作上 我的时间都花在了工作上 我这个家是有价值的 没有啊 你没有价值了 而且女性来说 可以成为这个家庭的CEO 你就应该听她的 钱交给她 给你一部分钱去打理你的工作 打理你自己的业余的那些爱好 就可以了 尤其是针对你这样的一个销售人 你现在能不能去公共这个客户 好不好 这个客户需要什么 做销售的 我们一定要了解客户的背景 客户的喜好 客户的种种信息 对不对 然后我们微不至的 去想客户之所想 甚至于想到他们前头 对不对 她现在就是你的客户 去想想啊 你跟她时间最长啊 这是个长期的客户啊 如果这个客户不存好了 我告诉你 你失去的会更多 女生啊 你太惯着她了 如果一个公司的CEO 对自己销售不加管理的话 完了 你不知道她会在做些什么事情 你收不上钱啊 她何用啊 还说再为家里涮钱 那没有啊 是不是 把账管起来 先从分账开始 可以啊 先清楚我们谁贡献多 对不对 然后再看我们这个家 我们需要多少钱 我们必须要挣到多少钱 没这个钱 这个月学费没有了啊 这个月 这个孩子没有穿的了 没有吃的了 对不对 所以让她知道 这个公司里面运赚的 一些种种细节的时候 她才知道 哦 原来更需要理解 对方的是她呦 好吗 就这样 谢谢曲总 余老师 听涮半场 我听不下去了 我觉得这个女人 哎呀 翻旧账 唠叨 哎呀 实在让我们作为一个男人 实在受不了 所以求理解 到下半场 我看到了可恶 这个三十五岁了 你想 在生意上那么多的投入 你在下一盘大棋吗 你在想做一个大生意吗 未来万一我翻盘了呢 是这意思吗 那 那 恕我之言 这叫幼稚 如果 你以做生意为名 吃喝玩乐 那你真的就是可恶 我再问你 如果有一天 你的妻子不再抱怨你了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了吗 我知道 什么 说 离开我 女方 那就闭上嘴吧 闭上嘴有几个理由 第一 你已经抱怨了几年了 都抱怨到这里来了 可见抱怨没有产生一点的作用 第二 你处处 把孩子给搭上 挺可怕的 我们来看啊 三个月大的时候 这个丈夫 当着孩子面摔东西 那个摔 不是他一个人的独角戏 你不也是陪练吗 所以也别把自己 抛得干干净净 还有 处处不关心我和孩子 我不知道这句话 有没有当着孩子面来去说 如果孩子从小 在妈妈的教育下 就爸爸不疼我不爱我 你不觉得 你的语言暴力 和诱导 让已经失去父爱的人 更加跌入地狱了吗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他不负责任是你们夫妻之间的事 但是你要学会好 不抱怨是保护好自己 不抱怨是保护好孩子 那个是你 承受自立的表现 为自己而活 有他没他 都一样 不能因为遇到一个不是的人 就把整个人和孩子 全部搭进去 那样的话 真的就成了一生的失败者 谢谢余老师 来 周老师 我也想给你继续再说说钱的事 钱都花在了工作上 这句话我听你至少说了十遍 真的吗 真的 投资在工作上 回报呢 回报就是没钱 那这个投资是失败的 我们公司也有很多销售 我们公司所有的销售 对我们说的话就是 老板我们想多赚钱 我们要让我们的家变得更好 但是你投资了 钱都花在了工作上 你就用这句话 骗你媳妇骗了这么多年 你觉得好意思吗 我也作为女人 我结婚的目的 就是跟我老公一起 然后真的把钱花在家里 什么叫钱花在家里 给孩子买孩子想要的东西 但我不宠溺 给老婆买老婆想要的东西 但是我不够度 同时给家里添资各种东西 让家的生活氛围变得更好 孩子的教育变得更好 孩子能看更多的书 能感受到父母的爱 这叫把钱花在了家里 你花了吗 那我想反问 你把钱花在哪了 朋友身上 为什么呢 要面子呀 我作为男人 我需要在外面 让所有的男性看得起我 让所有的男性夸我一句 这哥 不错 人好 那不就跟以前有个小品 就是有事您说话 那里边一样吗 家里边任何事都没有帮上忙 但是外人的事全帮忙了 最后呢 家没了 图啥呢 所以我倒觉得 接下来你们 应该商量 第一个 你的工资 大概比例多少上交给老婆 做一个家庭账户 别分着什么 这五百那五百的了 就每个月固定给多少钱 给吧 该给就得给 这就是才有一个家 是一个整体 既然你讲家是一个整体 那好 你的工资百分之七十 还是百分之八十 还是百分之六十 给到这家里来 剩下就是你的零花钱 你该投资你的工作 投资工作 但是投资回报 比你得算清楚 否则你就是个耐销售 销售一定是投资回报 算得很明白的 所以不妨你们接下来 如果你们还想 好好过下去 制定规则 就像公司 有公司的规则一样吗 一个家也得有家的规则 如果家都没有规则了 那就容易把一个家搞散了 所以好好考虑考虑吧 考虑清楚了 下来把规则制定好 把该交的钱拿好了 然后一起把家变得更好 另外最后我想劝男 是一句话 多陪陪你的女儿 可能他现在是最缺父爱的 好 谢谢周老师 家庭破坏者分两类 一类叫险性破坏者 这叫险性破坏者 也叫别人眼里的主体责任者 还有一点 更可怕的 叫险性破坏者 也在付出 但是他们用的那种破坏手段 软破坏软挖墙 远远造成的伤害 有的时候比险性破坏者还要大 今天我们所有的焦点和 毛头全对着他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是一个险性错误者 你的隐性错误 没有人可以快速地把它都说出来 因为你做的全是细节上的无憾和事 余老师给你提了一个方向 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拿孩子作为夫妻博弈的 犧牲 你在说你的委屈的时候 你没有在说你的委屈 你在说你委屈了孩子 特别要命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家庭的墙角是你们俩一起挖的 对吧 挺无奈的 就面对婚姻的时候 你发现特别特别的无奈 就是各种让步 你们两个之间的各种让步 要让出自己的很多东西来 这个利益让到最后 其实就回到了老师们说的磨合 磨合就完了 哎 老婆 其实之前可能一直更觉得你不理解我 不理解我的工作 可能平时每天 我也是很忙很忙的一个状态 但是今天来完之后 听了各位老师的点评 我也真的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东西要去做 也有很多东西做的不足 也希望你能再给我一个机会 让你重新认识我 我会改变自己 我会改变到你去满意的 听了老师们的一些建议 一些话 我觉得咱的婚姻 确实重新该考虑一下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 谢谢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通过金APP 天津FP 网络电视 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来收看本期节目内容 欢迎登陆用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登陆抖音 搜索爱情保育站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 我们应在每天晚上的八点到十点开中的直播 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 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 来这个妻子最后的那个回答 突然之间好像不对了 我们这个婚姻要重新考虑考虑 我的理解 妻子说的考虑是改变 所以预期双出 但这对夫妻要意识到 他们已经走到婚姻雷区了 但的确会双出 因为的确他们需要有很多提高改进的地方 给他们机会吧 未来日子还很长呢 好 来 这个肯定是要出的 女方唠叨抱怨 突然就一句话 挺好 不说话了 这个很厉害的 这句话有分量了 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分开的 但如果今天这个女人要是听了小于老师的话 智慧的话 今天不出来 给那个男人一点脸色看看 今天我不搭理你了 来来来 我是觉得应该双出的 至少让电视机前很多的夫妻知道 出现这种问题没关系 但夫妻就是应该习心协力 共同把问题解决 其实并不可怕 对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致命的吧 只是对一些事物的认知出现了偏差 来吧 我们看看他们怎么 来吧 我们看看他们怎么选择 请开门 行 挺好 快去 快去 我妈 fucking sh Japanese sophisticated 一点 北厅 ro 操 特 老